HELLO 大家好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平時健身的影片 我現在是產後十個月 然後因為有一直都有在做這個腹部的運動 所以我現在小腹是比較平坦的 然後也有盡量在鍛鍊我的腹肌 因為我還蠻在乎肚子的緊實度 尤其生完小孩肚皮比較容易鬆 其實做這個運動是對肚子很好 那我為了請我老公來 是因為他從小就在健身 然後他比較知道一些健身的姿勢怎樣會比較好 那其實平時在家裡也是他會知道我 怎麼樣的調整我的姿勢 會是最有效練出腹肌的 那我們直接來看影片吧 開始 通常我們做一分鐘 因為一般初學的人一分鐘就已經很累了 但佩佩他比較厲害 所以他可以早吃飯 但已經10秒 然後做這個運動你要注意你背比較直的 然後手與肩同快 然後 還有你的肚子要用力 像你做羊胃起座一樣的使用力 然後屁股要夾緊 你測這個很奇怪 是因為你很難測說你屁股有沒有夾緊 就是夾緊的力道 如果有人要摸你屁股 你屁股是順便夾緊嗎 就是那個力道 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話 你可以讓他摸你屁股 那是有用力的 再來就是大腿 大腿要用力 用力的方法就是因為你的腳 會支撐你的身體的力量 所以你大腿可以 就是屁股 就是頂的地板 它就會屁股 但你身體都是要直的 就是記得要直的 不能太突 來使飯有錯誤的 太突 這樣是錯的 太低也不行 低 對這樣也不行 這樣子屁股才是平均的 你屁股才會練到你身體的每一個部分 好 你不要打直 打直 然後手指你肩的方塊 第五夾緊 然後你屁股要用力 你那時候可以摸摸看你的方法 請朋友幫忙問你了 家裡 大腿 大腿一定要出力 這一塊 不要打直 膝蓋完全 很好 給他也棒 老師 介紹這樣子一分鐘 然後你縮起三十秒 只有再撐一分鐘 總共撐住的 一分鐘 要得直到五到八分鐘 然後 每一天都要 小腹就會平坦 其實比較難的就是堅持 但是你要是堅持下去 他這個腹肌的線條 是一定都會出現的 好 大家加油 耶